梁思成与林徽英 此篇说的就是民国女神林徽英 跟梁思成抗力情深 梁思成在婚龄珠民国时期 最有气质与才华的美女 莫过于林徽英 而女神最终没有选择 浪漫诗人徐志摩 也没有选择等了自己 一辈子的金月灵 而是投入了建筑系才子梁思成 梁启超儿子的怀抱 这对抗力同甘共苦 相属以沫 恩爱有加 携手数十彩 仍然恩爱有加 按说抱得美人归 梁思成与女神又这么的恩爱 为何在林徽英去世后 仍然不顾反对坚持 娶了自己的女学生林珠呢 年轻的梁思成与林徽英 梁思成有多爱林徽英 当初他们在剑桥大学留学的时候 梁思成就是以大哥哥的身份 对林徽英安前马后 而徐志摩此时 正投身在康和的柔波里 林徽英据说画建筑图 只换草稿 完美的作品 要梁思成来填补 而林徽英的老师说 林徽英不是不能自己完成 只是喜欢那种被梁思成 宠着的感觉 梁思成在跟林徽英相处的日子里 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林徽英喜欢建筑他 立马该学建筑专业 林徽英要去将那些古建筑的结构 绘制下来保存 梁思成一同跟随前往 林徽英病重 梁思成在病床前鼓励他 如此种种 梁真的很爱林的吧 或许有的男生 本来就如中央空调般的 是个美女 都要去温暖的吗 小编球别喷 年轻时的梁思成 跟学生林猪 林猪 跟林徽英是什么关系 咋一看他们 都信林应该有联系 他们还真的是亲戚 又是同乡 当年林猪的男朋友 在北大任教 林猪在北大的补习班里面学习 因为是同乡 又是亲戚 林猪便去拜访林徽英 林徽英还教林猪英文 病重都不落下 年轻美貌的林徽英 话说年轻时候的林猪 跟林徽英长得有点像 不过气质上相差有点远 林猪是梁思成的学生 而林徽英就自然是林猪的师母了 当初林徽英得了肺结和病重的时候 还坚持每天给林猪补习 可惜林徽英没想到的是 自己在五十多岁多的时候就病逝了 林猪还取代了自己的位置 成了梁思成的妻子 他为何要不顾大家的反对跟林猪结婚呢 晚年的梁思成跟林猪梁思成再婚的原因 无非以下几点 一 梁思成累了 梁思成一直都处在追求林徽英的过程当中 也许一生都保持着在追的这个状态 因为他一直仰望着女神 所以时间长了他累了 这个时候出现了林猪 林猪对梁思成的才华非常的仰慕 对梁思成的生活也很照顾 这个时候梁思成感觉到了被别人关心 照顾关爱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加上林徽英已经去世 两个人慢慢的自然而然的走到一起了 二 梁思成觉得跟林猪在一起更真实和轻松 林猪比梁思成小27岁 正是天真浪漫的年纪 这些可以从梁思成写给林猪的求爱信中就可以看出 据说是非常的肉麻 最后他们走到了一起 梁思成晚年也觉得很快乐 三 林徽英是女神 一直被各种男言知己包吻围着 她可以生气 可以不开心 可以发脾气 可是梁思成不可以 因为梁思成要是对林徽英这个女神发脾气 首先那些男言知己就不会同意了 你既然对我们的女神那么的不好 请离开我们的女生 不想被吐沫心子淹死的梁思成只能忍了一辈子 可是她确实一点都不快乐的 四 跟林猪在一起的梁思成终于离开了神坛 来到了人间 她不用害怕妻子林猪发脾气 不用害怕有那么多才子惦记着自己的妻子 也不用担心自己稍微努力就要被自己的妻子超过 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就是平常夫妻的生活 这种平时的温暖可能让他们觉得更加的真实和快乐 总结 婚姻是门当户对的吧 尤其是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两个差距太远的人在一起有一方一定会感觉到很累 尤其是当女生非常的优秀超过了男生的时候 如果男生不是很会处理这样的家庭关系的话 很容易出现问题和矛盾 俗语有言 破锅自由破锅盖 疯子自由傻自爱 平等的如像术般相互扶持的 共同成长的爱情才会快乐 轻松自在吧